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最近一家名为Universe的绿色科技公司 在新加坡成立了全球环境影响人工智能实验室 Global Impact AI Lab 这不是一间普通的AI研发中心 而是要让AI成为能源管理的智慧大脑 你可以想象这个实验室要做的事情 是让城市建筑港口都能自己学习自己节能 冷气太强 AI会自动调节电力快要超负荷 AI会提前预测帮你避开浪费 太阳能产能不稳定 AI还能把储能系统智能分配 让每一度电都不被浪费 新加坡不只是使用绿色科技 而是要成为绿色AI算法的创造者 从过去的节能城市走向智能能源国家 这就是新加坡在全球能源与AI革命中的新角色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科技巨头Universe会选择新加坡作为总部 这到底是个怎样的未来计划 别急让我们一起往下看 新加坡的这间全球AI实验室 核心目标就是通过AI来优化能源系统 减少浪费提升效率 举个例子 以往一个大型商业建筑 电力调度冷气系统全靠人工设定 但有了AI后系统可以实时分析用电数据 自动调节冷气照明储能 让整栋楼像有了神经系统一样灵敏 再往大一点看 这种技术一旦应用到港口工业区数据中心 整个城市的能源利用率都能被AI重新定义 更重要的是 这并不只是节能 它还意味着新加坡的能源系统在变聪明 从过去被动响应需求变成主动优化分配 从这个角度看 Universe的AI实验室并不是单一企业的创新尝试 而是新加坡绿色数字经济战略的一个指点 AI让绿色能源不仅更干净也更高效 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新加坡独有的创新生态 要让AI真正改变能源结构仅靠企业是不够的 新加坡之所以能吸引Universe这样的公司落地 是因为它有一个全世界少见的 正产学三螺旋创新模式 这个AI实验室的背后不只是Universe 还有IMDA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国大News微软AMD等强力伙伴 政府提供政策与方向 大学打好科研基础 企业负责落地应用 这就是典型的新加坡模式 IMDA的参与也非常关键 它不仅关注AI的应用 更重视AI治理 新加坡在AI政策上有一个核心理念 AI要负责任 Responsible AI 这意味着它的发展不追求快 而追求稳在保障隐私安全与公平的前景 让AI真正服务社会 所以这个实验室的意义 早已超越科研本身 它其实是一个绿色科技 与数字治理的融合平台 这里诞生的不仅是算法 更是一整套负责任的创新文化 而这套文化也正帮助新加坡 在国际舞台上建立起新的影响力 很多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是 Universe是一家中国创立的公司 为什么总部设在新加坡 答案其实藏在新加坡的 绿色AI外交布局中 在这个AI实验室中 你能看到多国企业的身影 有来自美国的微软 与AMD来自中国的Universe 还有新加坡的政策与科研力量 新加坡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 就像一个全球绿色科技中介枢纽 它连接中美企业 也辐射整个东南亚能源市场 从区域竞争的角度看 新加坡已经不只是应用中心 更是绿色AI外交的实验场 这也是Universe选择这里落地的最大原因 这里不仅有技术生态 更有政策安全与国际信任 那么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接着往下看 过去十年 新加坡的品牌是Smart Nation 主打数字化与智慧城市 但现在它正迈向一个新阶段 Sustainable Intelligence Nation 可持续治国 这里的关键不再是更快的算法 或更大的模型 而是AI能否服务绿色转型 支撑可持续发展 Universe的全球AI实验室 正是这场转型的缩影 它将AI能源与治理结合起来 让技术不再是抽象的力量 而是具体的社会价值 以新加坡为核心的这项实验室计划 已成为全球绿色变革的起点 而它带来的未来 将前所未有的创新 我们的工作生活 和整个世界的面貌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些未来科技的故事 别忘了点赞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您的评论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您对这些绿色未来的技术 有何期待 转发给周围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科技的力量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